我 套得帅 我好 好 很好 一千两百万 你提的款是一次付清 还是分析付款 这是我的问题 我们只签七百万 要还也是还七百万 杨志浩子不干你的事情 你可以不要管吗 你是谁啊 你到底要干嘛 这个年轻人 你要替他们还一千两百万 你还得起吧 如果你还不起 就没有资格再跟他们跟我说话 你们以为这国家没有法律的吗 我是蔡小刚律师 你已经犯了强制罪了 如果一定是我的当事人 你要在我学上只能找我 否则我们可以告你 谁还债 我就跟沈邪商 你要告 尽管去告 我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 等你告完啊 他们母女呢 也不晓得会被我带到哪里去 七百万已经入账了 七百万已经入账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你可以立马收下这七百万 也可以 继续追杀他们 等到他们跑跟你追 收一百年你也收不回你的一千两百万 然后 你还要一副作为律师 年轻人 漂亮 我要交你这个朋友 等一下 你可以借我一点钱 交咖啡吗 你说什么 我太远了 听不太清楚 你再说一次 再说一次 不好意思刚刚太远了 你可以再说一次吗 有点晕眩 我喜欢我点滴 你可以站起来 麻烦你站起来说 我想坐一下 你可以说 你可以借我点钱交咖啡吗 借 借钱 借 当然借 我演考试送你打球 你工作根据失误很大 我现在要是不见你的话 我又怎么告诉你 我的存款比你多呢 副总好 好 墙 墙 墙可爱 副总好 是 副总 正好 又怎么了 真的 第一天上班 很不习惯了 很多人 一夜 二星期间 我愿意 与我愿意 立揍 我愿意 表达 没关系 脱脑变无益 小鱼变经历 Tomorrow is a brand new day 别怪我 怎么用 我刚才表现的帅吧 帅 帅 等一下 高中生喔 欺负喜欢的人 幼稚 找我 是不是因为我下午的业绩 你为什么要直播 为了制造业绩啊 但你让整个楼面混乱 生意好难免会混乱 想要赚钱 摊位钱当然是越混乱越好 这有这么严重吗 怎么会不严重 据我所知楼面管理办法里面 并没有说可以用直播做销售 那有说不能吗 我不是在跟你抬抗 我很认真在跟你讲 我也很认真 那我问你 有一些事情没有被规范成不能做的事情 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 就算没有被规范到 但你引发混乱 那就是这种脱续的行为 当然不能做啊 市场归市场 这里是百货公司 那你高三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做 你在自习的时候练习快破板 我在柜上做直播销售 都是没有被规范成不能做的事情 都会混乱 都是脱续 这种事情你以前做得比别人都还要多 为什么现在我却不行了 那是因为我小时候不懂事 你以前不是最瞧不起我这种胡闹的行为吗 我进大学都说全都改了 为什么现在胡闹的反而是你 因为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这十年 我学会了 只有像你们这种条件好的人 才可以不管规范 才有资格任性 而我们这种在规范里活不下去的人 就只能努力突破 在夹缝中寻找一点点生存的空间 我这些年就是这样活的 你瞧不起也好 你不认同也好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 但是我很在乎 没人就真是真它爱过 你在我的心中 总没有离开我 恭喜你被鸡大过一只 但同时赢得最佳业绩 小屁啊 看看 说白你卖超过一百件 我就请你去顶级的牛排 我不去 這種給人一巴掌 再給扛吃的遊戲 我才不玩 不行 我就說又往不去 信不信我用扛的 也能幫你扛去